主内顶姐妹,大家早上平安 今天是我们教会的成年主日 亦都是父亲节 因此在这里共祝所有做爸爸的父亲节快乐 今天早上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讲师 江人有路师,为我们正道 今天早上的主日 我们除了要感谢我们肉身的父亲 对我们的养父之恩之外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因为有我们的主,有阿爸父的看护 所以我们今天有生命,有平安 我们能够每一天有他自己的同在以及看护 因此我们要以感恩的心,要以敬畏的心 来到去敬拜祂 这个时候让我们以静默的心 来到去安静 我们准备进入跟祖上的祈祷崇拜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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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爸 阿爸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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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比较晚是否相效率是你不会满意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反正心依靠它力比重新得力 每个道高声都吹听千万别放弃 永远不要忘记你要重新走到处 神的太子不了 沮丧 居木相伤望 身在天上无分 昼夜时时看过你 随意见那随有愁哭 仍在他手里 他比较晚是否相效率是你不会反应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反正心依靠它力比重新得力 每个道高声都吹听千万别放弃 永远不要忘记你要重新走到处 永远不要忘记你要重新走到处 能否操作来 从� PHO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放在心动和道理秘密 如影鸟山天际 神的孩子在主爱中的伤叹 永远不要忘记 你是神所爱孩子 感谢观看 因着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 愿我们能够专行主的旨意 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 神的荣耀 儿主 永远藏在我心 做路上的光 成为我脚前的灯 儿主 求你坚固我的心心 我的力量 使我 等于勇敢向前行 赢落 直到有时我仍会 软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 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 能学你的仰视 使我能成为你说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 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需要有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 能学你的仰视 使我能成为你说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 能够彰显你荣耀 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生命 能够彰显你荣耀 让我们一同赚纳 我们来到宣迎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福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人 由同症女 马尼亚所生 在本雕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仇死 埋葬 降在阴间 大三天从死日中复活 圣天 坐在寿能扶上地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神复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义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取自圣经 真愿二十三章十五至二十五节 我而 你心若全智慧 我的心也甚欢喜 你的嘴若说正直话 我的心长也必快乐 你心中不要贼道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也和话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自断绝 我而 你当听 当存智慧 好在正道上引渡你的心 好饮酒的 好食欲的 不要与他们来往 因为好酒贪食的 必至贫穷 好睡觉的 必穿破烂衣服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你当卖真理 就是智慧 分费和聪明 也都不可迈 而人的父亲必带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 必因他欢喜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医保贵礼公会 主恩堂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我是江仁佑老师 目前在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服侍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 我会从真言二十三章十五到二十五节 来了大家一起来思考 六月二十一日也是父亲节 我不知道大家会否在这佳节的时候 思考一个的问题 这个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讲题 父亲节的礼物 你会送什么给你的父亲呢? 我常常想到送礼这一个的问题 其实是蛮头痛的一件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曾经在新山的教会 募会了九年的时间 我们经常要思考礼物 要慰劳 要圣诞的礼物 要送怎么样的礼物 我常常在想 这并不容易 这是一个大学问 当他拆开礼物的时候 他会是怎么样的呢? 怎么样的表情 很开心 很喜欢这一份你送给他的礼物 还是非常不满意呢? 我们要送礼就要投其所好 要想尽办法 知道他会喜欢和欣赏 怎么样的礼物 这并不容易 我女儿最近问我 她今年八岁 她说你需要什么 我想了一想 我也想不出我需要什么 后来我告诉他 我需要一台电脑 他录出了现在的表情 你们所看到的表情给我 然后我忽然意识到 他可能想着要送礼 可是我想不到有什么的东西 可以告诉他 我说电话 我说一些的东西 但是似乎他的能力都办不到 我们要送礼 我想是一个大学问 在今天这个父亲节 我愿意和大家从圣经里面来思考 要怎样送礼 给父亲 才能够投其所好 让他欢喜呢? 其实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一段的经文 真言二十三章四五到二十五节里面 已经多次的提到 我们要如何使我们的父亲欢喜了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说 我儿你心若存智慧 因为我的心也甚欢喜 然后又说 人生智慧的儿子 必因他欢喜 原来要使父亲、要使父母 他开心、欢喜、快乐 那一根的秘诀是什么呢? 原来是你要成为一位有智慧的人 今天你要送你父亲礼物 就不如把你自己变成一位有智慧的人 以此作为一份的礼物送给你的父亲 因为如果你是一位有智慧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就会欢喜 我们要来思考一下 究竟什么是智慧呢? 我想在这里举一个的例子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在圣经里面这位的人物 所罗门王就是被认为那位有极大的智慧聪明的人 因为神赐给他有极大的智慧聪明 我们如何看出所罗门王有智慧有聪明呢? 在圣经里面有形容他的智慧和聪明 这里举了一些的例子 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的有智慧 首先他做真言三千句 诗歌一千零五首 换句话说 在我们今天 他是一位作词作曲家 他是一位作家 他能够做真言三千句 他还能够做诗歌一千零五首 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 如果在你身边你的朋友 你所认识的人 你知道原来他是作曲家 或者他是甜食人 或者他是作家 他是诗人 我想我们都会认同他蛮了不起的 他做到一些我们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要不然我想请每一位 现在回去就可以写一首诗出来 或者是做一首曲子出来 这并不简单 要有很好的学识 要有很好的思考 如何有技巧的去设计 铺成编排 这一系列的词语 音符等等 这是一位有智慧的人 表示他能作词作曲 第二个例子 他讲论草木 是黎巴嫩的香薄树 直到墙上长的牛稀草 又讲论飞禽走兽 昆虫水族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他有丰富的 动植物的知识 他好像一位动物学家 食物学家 生物学家 他的知识好像百科全书一样 他懂得各样的植物的生态 动物的习性等等 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的想象 相信在所得门王的时代 在旧约的时代 那个时候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 容易获取各种动物植物的资讯 我们今天 打开YouTube频道 我们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这方面的资讯 我们到动物园去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在马来西亚的动物 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我们看到熊猫 我们看到骆驼 我们看到袋鼠 我们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的动物 但是在当时 他能够知道这一些的知识 表示他是一位有智慧 有聪明的人 因此 今天让我们来思考智慧的第一个层面 就是做一个有知识 有学问的人 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也就是你能够送给你父亲的一份 最好的一个的理由 可惜的是今天我想许多的人在追求的不是知识和学问 相反的他们在追求的是 成绩文凭 我过去是补习老师 教授物理 化学 高级数学等等的科目 我可以感受到 也可以意识到 不只是学生 家长也是如此 他们想要追求的是 学生能够考到很好的成绩 学生能够得到一纸漂亮的文凭 能够进入更优越的大学 能够考进 似乎更高尚 更有前景的一些的学科 这是许多家长许多学生的想法 因此当我在教补习的时候 当我如果能够告诉他们一些作答的技巧 如果我能够指出批改的老师是根据怎么样的标准来批改的 这些的东西都非常的吸引学生 但是如果学生知道你今天讲的事情 其实和考试的范围没有关系 其实在考试的时候是不会出的 那么很多的学生就失去了兴趣 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流行的一个现象 我们重视成绩 重视文凭 多过重视知识和学问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冷静的思考 即使你得到了成绩和文凭 若你没有那一方面的知识和学问 将来也没有办法保证你有一份好的工作 也没有办法保证你能够赚取丰厚的收入 我曾经遇过一位的父亲 他花了一笔的钱 送他的孩子去工读一个的科目 蛮热门 花了好些的钱 于是呢 这位的孩子呢 在那一个科目学成归来毕业了 可惜的是 他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之余 他竟然开始埋怨他的父亲 为什么当初要送他去读这个科目 他现在出来了 他却找不到工作 这位父亲不满意 苦恼 以是呢 向我们的几位的 教会的朋友 在诉苦 他也劝其他人 不要再去读这个 读这个科目 我在想 并不是读哪一个科目的问题 而是当你在读的时候 你是否掌握到 他的知识和学问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让我举一个例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他是Bill Gates 他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占据世界首富的位置 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但是我们也许都知道 他在哈佛大学 世界顶尖一级的大学 在求学的时候 读到一半他就错学了 他急不急待的 要看准他认为是一个很恰当的时机 和他的朋友一起创立了 Microsoft 微软这个电脑软件的公司 结果他的确 赚了许多的钱 他所开发的软件 的确受到许多人的欢迎 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 他成为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 他之所以能够赚到许多的钱 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一只很漂亮的文凭 或者是成绩 而是因为他掌握了知识学问技巧 我想他有的知识学问和技巧 不只是他懂得如何在电脑编程语言设计出很好的软件而已 他还是掌握了实识的知识 知道目前世界的发展如何 他还是知道人们目前的需求如何 他还是能够看准时机等等 他有这一方面各方面的 识识和学问 以致他能够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追求的是知识和学问 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 把成绩和文凭放在知识和学问之上 有了知识和学问 你自然可以有好成绩 自然可以考到好文凭 所以今天我想要问弟兄姐妹们一个问题 你是否追求成为一位有智慧的人 你是否追求知识学问聪明呢 在我们读的真言这里 他呼吁我们 他说我而你当听当纯智慧 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 训悔和聪明也都不可卖 不要把它卖掉 要追求这些智慧 要追求真理 要知道事实的真相 要追求聪明 要追求知识 要追求学问 这一段的话不只是在真言的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读整选的真言 我们看见到真言其中的一个主题 就是一直在鼓励他的读者 要努力的去追求智慧 今天你读书了吗 我们读了多少书呢 在这个行管令的期间 如果我们呆在家里无所事事 我们是看的电视多 看YouTube多 还是我们看的书多一些呢 我在前些阵子在准备奖章的时候 我就特地想要知道 在马来西亚 我们人民的阅读率是如何的 于是我搜索了一下 我看到了一则的新闻 报道在2018年 一家电子的商务公司 他做了一个的调查的报告 他发现大马人 在2018年平均一年内 一人买了一本的书 一人买一本书一年 我觉得并不算多 蛮少的 但是更令我惊讶 也觉得有点讽刺的是 这一篇报道接下来所谈到 原来绝大部分的大马人在购书买书的原因 并不是为了要读书 原来是要把书作为家庭的摆设 或者当作礼物送人 父亲节的礼物送给父亲 但是父亲读书吗? 他会喜欢这一份礼物吗? 也许他也像许多人一样 把书籍来当作家庭的摆设 为什么要当作家庭的摆设 这一点我觉得很好笑 惊讶 也许当别人来到你的家 看到你家里有很多书 你是一位有智慧 有知识 有聪明的人 可是 如果你只是摆设 而不去读 有什么意思呢? 摆在那里的圣经 有多久没去读了? 圣经 就是那一本 最宝贵的书 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有多久没有去到教会的图书馆 即使是在行管令之前 有多久没有到基督教的书局去购买一本书 有多久没有看教会的属灵书籍 有多久没有读那些有意义 有分量 有知识水平的 杂志 书籍 让我们吸取各方面的知识 又有多久 没有去参加教会所开办的栽培课程 各神学院所开办的延伸课程 让我们吸收了解更多的知识 就是学问 我想我们今天阅读最多的书 就是Facebook 电子书 面子书 我们经常上面子书 当然面子书里面有一些的知识 但是更多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八卦 是游戏 是无聊的东西 花费我们许多的时间 最近我的电话 里面的内存 里面的储存量已经不够使用了 我很下决心 把我的面子书Facebook的应用程序的apps删除 偶尔采用一些浏览器来上面子书 我发现删除了 节省了我好些的时间 我不会有这么多的试探和挑战 那么容易就按进去一直滑一直滑 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读其他的书 去装备我自己去吸收更多的知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言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要教导我们 要鼓励我们 要去追求成为一位有智慧 有知识的人 除了知识 除了学问以外 你要让父亲开心 让父亲欢喜 你还必须要成为一位有品德 有人品 有道德 有修养 有涵养的一个人 不只是要知识学问 还要人品 刚才我们提到的例子 有的人出来大学毕业了 找不到工作 和这个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常见 但是 只要愿意勤劳 只要愿意吃苦 只要不怕丢脸 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其他的工作 即使跟他在大学所学的 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 我们遇见到 我在幕会的生涯也看到 越来越多的啃老族的出现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例子 他出来找不到工作 他除了埋怨自己的父亲 他没有再做其他的事情 他留在家里 可能 每天睡到晚辞 不再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人 即使有知识、有学问 但没有人品、没有道德 同样无法让父亲欢喜 同样不是送给父亲 的一份很好的礼物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真言 第23章 这一章的经文里面 其实已经有告诉我们了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 我儿你当听 当纯智慧 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好饮酒的、好吃肉的 不要与他们来往 因为好酒贪食的 好睡觉的 必穿破烂衣服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 努力的工作 我们不要好酒贪食 我们不要懒惰好睡觉 这一切都必定导致我们的贫穷 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结交一些损友 常常因为结交了损友 染上了一些不良的嗜好 以致我们行差他错 以致我们不顾正业 以致我们游手好闲 好吃拦住 那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 如果你是像这样的一个人 你的父亲是不会高兴起来的 我们要使我们的父亲欢喜 除了要有智慧 真言说要在正道上 引导我们的心 拒绝损損友 拒绝这些不良的嗜好 知识其力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令父亲欢喜 可见在圣经里面 在真言里面所讲到的智慧 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第一个层面 知识学问 像所罗门王这样聪明 还有另外一个的层面 这个的层面 就是道德 智慧 是要在知识再加上你的品德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谈到智慧 他就用正直、正道、义人来做一个对比 我而你当天当存智慧 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什么是要智慧呢? 行在正道上 我而你心若存智慧 我的心也胜欢喜 你的嘴若说正直话 我的心肠也必快乐 心存智慧 口说正直话 义人的父亲必大的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 义人智慧 有智慧 不只是要有知识 也要有品德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如果一个人有智慧 有智慧 他也愿意工作、赚钱、有能力 他也有钱 但是 他却不愿意 让他的父母欢喜 他却不愿意 去奉养他的父母 他却不愿意 送父亲珍贵的礼物 那么也没有办法令父亲、令母亲高兴起来 而这样的现象 正是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写照 许多的人 不愿意 让父母欢喜 不是没有能力 不是没有知识 不是没有学问 不是不晓得要如何去做 而是不愿意去做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打电话 给一位很有钱的人 一位富翁 这位人是在慈善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 他问这位父母说 他说 先生 我们知道你很有钱 你非常的富有 按照我们这里的记录 我们发现到 你从来没有捐款支持我们这一间的慈善机构 先生 你是否愿意考虑 你要捐一点的钱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通过我们的慈善机构呢 这位富翁非常不客气的 非常严厉的反问 这位工作人员 他说 你知道吗? 我有一位的哥哥 他是残障人士 没有办法工作 只能够待在家里 三餐都成了问题 这位工作人员说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富翁又继续很严厉的说 你知道吗? 我有一位的姐姐 我姐夫呢 他刚刚的失业 家里有好几个孩子 还未成年等着别人来养 这位工作人员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原来你的家有这么多有需要的人 想不到 这位富翁继续地这样子说 他说 我的姐姐 我的哥哥 我的弟弟 我都没有帮助他们了 为什么我要帮助你? 这是一个笑话 这可能是虚构的 但是 他却道出了一个事实 如果我们有钱 如果我们有知识 我们有学 我们有世上的 许多人看为美好的一切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却没有 没有品德 没有道德 我们不愿意 父母即使生下这样的孩子 仍然不见得会很欢喜 所以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在真言二十三章 教训儿女 不要结交损友 禁绝一些不良的嗜好 并且也一再地告诉孩子们 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要尊敬他们 要敬爱他们 要听他们的话 这个才是最让他们感到欣慰 开心的一些事情 此外还说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要愿意使他们欢喜 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在这里做一个的总结 护经节的礼物可以是什么呢? 以及让我们想到许多的物质的层面 不如让我们从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一些的亮光和启发 让我们成为一位有知识学问的人 让我们自食其力 有正当的工作职业和收入 让我们不游手好险 不结交损友 让我们不要 从现在开始 禁绝一切的不良的嗜好 烟酒堵 让我们学习不藐视父母 学习奉养父母 学习使他的心欢喜 让我们做好各方面的 各层面的这些事 当作是一份宝贵的礼物 送给我们的父母 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 你觉得容易吗?这一份的礼物 这一份的礼物是否容易做到呢? 可能你会觉得 我还是花钱请父亲吃一餐好了 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情绪 要做到完全听从父母的话 要做到不藐视他们 也许有的人觉得会有困难 人的修养 人的品德 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够建立起来的 如果我们有一些不良的嗜好 如果我们抽烟 酗酒 赌博 有这些 十岁 导致父亲不满意的这些的习惯 我想 也不是一时三刻 能够解决的 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 确实有他的难处 确实有他不容易的地方 但是,真言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 开始成为一位有智慧的人 他的秘诀是什么呢? 真言告诉我们 是敬畏耶和华 在这段经文里面说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知断绝 当你看到身边的人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你不要嫉妒他们 因为真言圣经教导我们 要学习敬畏耶和华 因为敬畏耶和华 就是智慧的开端 要怎么样成为一位 刚才我们说的 一位有智慧的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既有知识学问 又有道德品格 能够真正令父母欢喜 开心 让他以你为荣的那一位人 那一位智慧的人 要从敬畏耶和华 作为开始 因为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我要分享我的一段的经历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在他去世之前 感谢主他已受洗成为基督徒 但是他受洗了好几十年 他并没有很热心在教会里面参与 没有很热心的服侍 在他的生活方面 也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有一些抽烟喝酒赌博的 不太好的这些的嗜好 他偶尔去教会 很少和教会的人接触 打教道 他虽然受洗成为基督徒 但是当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的时候 他不太高兴 不太欢喜 当时候我没有办法令他欢喜 收到一份父亲节的礼物 我还是觉得 我要回应神的呼召 出来全时间服侍 我的父亲是一位这样的人 但是在他要去世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他生病 住院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新加坡神学院 我就在那里 读书 准备出来全时间服侍 当我在求学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父亲生病在医院 我每个星期周末就从新加坡回到新山去 探望我父亲 当我去到医院 我探望我父亲的时候 我特别有深刻的印象 我父亲坐在床上 他竟然跟我说这样的一句话 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他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重复了又重复一直在说这句话 我没有问他 他突然之间的就这样子说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他不是这样子的人 就像我刚才所描述的 他不是一位 会每天读圣经,祷告,积极参与教会 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很尽量,他竟然会被诗篇 当时的我很尽量 当我在思考反思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领悟 原来人生走到尽头 最重要的就是 耶和华是你的牧者 最重要的是 耶和华是你的牧者 他带领你,你必不是缺乏 我父亲意识到 他的生命 因着这些不好的事情 有不少的痛苦 不喜乐的地方 但是最终 有耶和华成为他的牧者 引导他走过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位有智慧的人 作为开始,你只要终日敬畏耶和 因为你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 你读书 你追求学问 很累很辛苦 但是你想到 这是因为你敬畏耶和华 你尊敬他 你惧怕他 你要遵守他的命 你不去沾染那些不良的事物 因为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尊敬他 你惧怕他 因此你要尊敬他的话 你要听从你的父母 奉养他们 即使辛苦 愿意怎么样挤出一点 去奉养他们 尊敬他们 不藐视他们 因为你要敬畏耶和华 因为你尊敬他 惧怕他 你要尊敬上帝 各位 追求成为一位有智慧的人 他的开始 他的秘诀 就在于 敬畏耶和华 分享就到这里 愿主 赐福大家 能够敬畏耶和华 成为一位有智慧的人 每个星期六晚上 少年团 和四年团 仍然是有网上的 网上是我们带来的正道 这个时候 我们有几行的报告 首先第一行的报告 是有关于我们教会的聚会 我们仍然是暂停 所有的实体聚会 直到临行通知 我们在这里也鼓励的庆祝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六晚上 青年团 少年团和四年团 仍然是有这个网上的聚会 那么 星期日早上我们九点钟 有崇拜之内 崇拜之后 亦都有各样的 网上小组的这个聚会 欢迎丁兄姊妹一齐 来到去参加 那么第二行的报告 就是 请丁兄姊妹继续 为了我们今次面对的业情 来到待讨 去住保守 我们可以早日经过这一次的业情 可以再次恢复 教会的一齐的聚会 那么 最后我们就会来收这个奉献 这个时候 丁兄姊妹 你们的奉献 可以用两种的方式来进行 第一种就是 你可以将你的奉献 寄到一个信封里面 写上你的名字 写上这个日期 那么等到我们的教会 复复了实气崇拜之后 你直接交上来 或者 你可以将这个奉献 原来你的组长 去交给你的组长 透过组长 转交给你 给教会都可以 那么 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透过网上的转账 那么如果你做了 网上转账之后 请记得 将你的这个收据 这个网上转账的这个收据 发送给教会的电邮 或者是发送给我们教会的财政 都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来收奉献 所以教会就可以 以这样的心 来做这个奉献 请大家起立 这个时候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全能天父上的的慈爱 以及圣灵保卫师的感动与带领 尝与念终恩同在 从今次直到永永远 Amen 在永永远 如果在永永远 在永永远 这种感动可以 是 如果在永永远 就会见到永永远 感谢观看